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6萬大獎 侯少懿搭配咖啡色褲裙 空服員展現出自信笑容 月潔廉價航空去年底來台開航 首推令人機票成功打響知名度 這回再登新聞版面 卻是因為文案爆出抄襲遺雲 月潔臉書PO出的這篇文章 展現訓練有素的空服員儀態 但文具除了和同業相似度 高達90% 最後一句話還出現 長榮航空四個字 還真令人錯 這到底是哪間航空公司文案 再悄悄發文時間 比長榮航空晚了將近兩個禮拜 各種奧妙一目了然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創新吧 然後就是複製 就是別人的東西 從桃園飛狐至名市的月潔航空 固定每天一個航班 大多以台商為主 為了擴大航點 預計明年上半年招募 三四十名空服員 因應未來飛往河內 以及增設小港機場路線 但看在專家眼裡 恐怕得把底子功夫先練好 既然這個地方也用超的 那個地方也用超的 大家對於這個服務品質也好 飛航品質也好 可能就會稍微的擔心了 月潔對此表示 物質的文章已經立刻下架 將會重新發文聲明 但以價格取勝的 廉價航空其他服務項目 總是難達其他同業標準 這回又發生超級風波 難免對整體品質打上問號 記者阿公亞麥 先為台北報導